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啊 嗯 有点 你端然这么开心啊 我觉得老天对我不错 既然我学会了死亡华尔兹 又给我这么漂亮的媳妇 别陷在那儿媳妇媳妇的 谁知道两个月之后的世界会什么样呢 只要有你陪着我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都无所谓 那我现在为了你 继续在二军店里擦肩喽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其实你的专长是分析对手替人出谋划策 你有没有考虑过转换下跑道去当一个教练 我 教练 当然 你确定吗 当然了 放眼全国 有哪个教练指导的选手可以打败道尔豪 只有赵一红你啊 以后你当我的教练 我当你的剑 双人合体 天下无敌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呢 我没有力气 你没有脑子 我们还算天作之合了 收集给我 你要干吗 快给我 我 龙子峰 在这儿正式拼用我的未来媳妇赵一红为我的指导教练 是 教练说一 我绝对不说二 教练说亲一下 我绝对亲两下 我绝对亲两下 我 等一下 教练只是顺带 做媳妇才最重要的 嗯 那我 赵一红正式入职 冷子峰的教练 接你媳妇 嗯 以后呢 冷子峰同学 如果敢不接教练的电话 佛成六百下 如果敢大声地跟教练说话 跑圈五十圈 如果被我发现跟同队的女队员 有言语骚扰或者身体接触的话 跑圈五十 哦 对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她中途想换教练的话 提头来劲 哇 这太苛刻了这合约 还没干张马 可不可以解约啊 大张还不容易啊 现在 改张已经卡好了 你卡不掉了 嗯 现在要执行媳妇的第一个命令 冷了 抱抱 抱抱 不是这样的啊 我要抱抱 嗯 嗯 还不可以解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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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长时间不在队伍里 会让大家恐慌的 那 没关系 既然你决定了 就去吧 无双的肩膀 阿姨 我肩膀的事 可以暂时别让大家知道吗 圣运赛就要到了 我不想让大家为我担心 我答应你 但你也答应我一件事 手还没好之前不要开车 让一一跟二豪带你去吧 这么早睡了 我再跟你说啊 你可能很难相信 哥现在可是爱情事业双丰收 什么情况啊这是 可以啊 胡子 你 你没事吧 孙芳阿姨 出人命了 别叫 还有欠儿 你干嘛把自己搞成这样啊 我上辈子 到底欠了你和你妹妹多少 要这样折磨我 你还没和紫肠合伙呢 我 你要干什么 大舅舅 大舅子 帮帮我 我 我 我帮你什么呀 你不是有情感顾问吗 赵依红 找你赵师傅去 啊 赵师傅 啊 啊 我的赵师傅 我得去找我的赵师傅 啊 啊 哎呀 啊 李虎 你干什么呀 他白天呢 你吓死人哪 赵师傅 嗯 你得帮帮我 怎么了 虽然 我和紫肠是假装的 可是这一次 他真的生我的气了 我要给他打电话 他不接 给他发微信他也不回 我该怎么办 哎呦 你先起来吧 你这样太吓人了 好了 快快 你到这儿来 坐下 好好的 你心平气和地告诉我 怎么了 他说 你怎么了 他说他在上课 然后呢 我就挂了 他 他微信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去洗澡 晚点要回 可我等到现在他还没回 足足洗了三天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 怎么世上还有你这么更值得帮我呀 真好 我告诉你啊 以赵师傅的过来经验告诉你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女孩子闹别扭了 你就顺着他的毛摸 没过几天 准好 子枫也是这么说的 嗯 可是他现在 天花不回 围巾不回 我就是想跟他说 他的围巾虽然特别难看 但是 我一点都不嫌弃 好啦 这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再解释也没用了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重新去感动他 我跟你说啊 事不宜迟 你现在马上就要去子晨的学校 再拖几天 你就恢复诞生了你 加油 走啦 快点训练啦 加油 加油加油 赵师傅 你说什么 肩膀还痛吗 肩膀还痛吗 你应该在家里休养的 没事的 想你们了 再说了 如果我不回来看看 你们偷懒怎么办 现在可是世运赛前的 关键时期 我得监督你们 不许松懈 来 先坐着 这次马克踢馆 我面试因祸得福 我不但摆脱了一刹贝拉 大家的实力也提升了 凝结了团队意识 这也算是 替世运赛准备了 之前 我都是一个人在国外比赛 但这次不一样 因为这次有队友 也有你 是 我很期待跟你一起站在领奖台上 男子冠军和女子冠军 一起拍照 这样我可以让所有的人看到 我摟着你的时候 可 我没有办法和你一起拿到金牌呢 怎么可能 你连法国最强的一刹贝拉 都能够打平了 在亚洲 还有什么对手呢 更何况只是试运赛而已嘛 你想想 别人都有情侣对戒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我们有情侣金牌 非常厉害 好 冷子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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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上次那个拒绝 找这女儿的邻居哥哥 冷子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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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是他 真的是他呀 冷子沉 冷子沉 我爱你 冷子沉 能救你啊 我爱你 只沉 我爱你 我爱你 �п wrong 真没分之那个 跟谁呀 要 Quindi辜。 她也大还是吧 你比如过 exhausting 我不认识她 好 不是 怎么回事 不大方啊 我去 你没事的 人怎么回来这边 好可怕 太羞了 太羞了 没好意 对啊 太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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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去送街道 紫辰 紫辰 那个 你原谅我吧 那个 我再也不说 你送我的围巾难看了 你送我的围巾 其实特别好好看 真的 紫辰 紫辰 我听说课室在这里上的呀 怎么人都没有啊 我听说我 我的围巾难看着 你应该是什么水的雨 你应该是飞下你 我听说我 我去了很久 不聽不看 不知究竟說些什麼 你看左手邊 沒有名字的話 那是蒲公 應對夏天說的話 我不聰明 所以嘴巴也不會說話 長得也不好看 可是我喜歡你 我真的喜歡你 這不是被我扔了嗎 我 我怎麼捨得把它扔掉 保濟阿姨收走了 她不還給我 我幫她倒了七天的垃圾 好 笨蛋 這是我給你買的禮物啊 桑山 桑山 陽光 子忍 你是我的阳光 真美 收起了雨伞奔向那些花 那个 你还生我的气吗 但是我累了 我不想再加长下去了 我说我累了 我不想再假装和你谈恋爱 我真的想跟你在一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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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芳 今天的战绩是零胜八复 刚才的比赛呢 刺中我九件 但是被我打中了十五件 其中还有六件 是因为失误丢的分 水平不怎么样啊 大教子 你那火人的大绝招 没劲使啊 优柱一天还能发射 四发零丸呢 你那个找死华尔兹 使个三次就没劲了 不行啊 去去去 死亡华尔兹 不错不错啊 还有体力顶嘴 说明还不累 来 赶紧起来再练一次 来 起来练 没劲了 没劲了 不再有这样的师哥 洪洪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以你现在的能力 想进试运赛个人赛 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只要你努力 想进团体赛还是有机会 不过以你现在的稳定性啊 想进入团体赛的第四个人 那基本够像 所以呢 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 一呢 刻苦训练 打好基础啊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把你的体力锻炼到一场比赛 能够连续使用十五次死亡华尔兹的程度 不管了三七二七上去梯里咔嚓 连侃对手十五件能不能做到 大舅子啊 不论怎么看 都是第一条比较实在 你看师兄们好心陪你练 最后还被你嫌弃 现在的谎人真难当 心塞啊 我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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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梁总比我们小区龙下的大妈还老头呢 哪儿那么多废话 走 来 过来过来 别装死狗啊 赶紧拉刃带放松一下 谢谢师兄 请师兄慢走 喂 小康 找我什么事啊 你人哪 不是约我在俱乐部见面吗 没看到你啊 隆子峰 等我认识 阮教练 你找我 是不是把我跟绍康的友谊赛 做个表断啊 友谊赛的结果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怎么叫不重要呢 我等着让他尝尝我死亡华尔兹的味道呢 你也许还不知道 关于这次友谊赛 我跟赵正宇之间有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啊 如果你输给绍康 就必须转校到我们奥盛学院 教练不带这样的 你跟我们校长吵架 那是你们的事情 干吗拉上我呢 我是不会转学的 虽然你已经学会了死亡华尔兹 可是这套剑法还不太稳定吧 难道你就不想 有人帮助你把这个基础打好 让这个绝招 更加扎实吗 行 但是我不想转学 你应该已经察觉到 杨炎跟你们校长是死对的 杨炎所有的一切 在郑宇学院都是禁忌 赵正宇她绝对不会让杨炎的剑法 存在于她的队伍当中 如果你选择继续留在郑宇学院 只会不停地绕弯路 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你的长处 可是在这条弯路上 有我想要守护的人 如果我离开了阵宇学院 我一定会后悔的 让我想学基建的人在镇宇学院 让我想要变得更强的人在镇宇学院 让我想要守护的人 也在镇宇学院 如果我离开了镇宇学院 那我就没有了基建的理由 师兄 师兄 你为什么答应 曙光队的邀请了 你是国家代表队的队长 你这么做 怎么对得起国家的栽培 你还能笑得出来 师兄 你到底碰到什么困难了 你有困难你说出来 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帮你解决啊 师妹 有你这句话 我请你就知足了 可是师兄 你至少告诉我原因啊 我有需要保护的人 我想有一天 如果你身边 也出现必须你照顾你保护的人 你就明白了 为了他们 有时候 甚至必须走上一条 别人不理解的路 师兄 师兄 我求求你别走 教练 教练 我 你不是生气了吧 我实话实说呢 我大概也能猜得到 你会有这样的反应 所以 我以后不会再提出这场友谊赛 和这场赌约的要求了 既然你选择留在振宇学院 我尊重你的选择 我尊重你的选择 嗯 但是你记住啊 我们奥胜学院的大门 永远为你敞开 教练真是敞亮人 女众豪杰在下欣赏 小鬼 我的年纪都可以做你阿姨了 你还没大没小的 好吧 既然你不想离开振宇学院 那我们就只有换一种方式 来指导你了 你们 还有谁啊 我师父 小伙子 主师爷啊 我 小伙子 不容易啊 听说你已经炼成了死亡华尔兹 想不想 再强一点 既然选择了 站在这条舰道上 我就一定要变得更强 可是就我对你的了解 除了死亡华尔兹之外 你其他的攻击方式 都乏善可乘 如果你想要打进试运赛 肯定需要我跟师父的 个别职业 我就奇了怪 你明明是好胜的教练 干吗这么帮我啊 我不只是想帮你 我更想帮我的师兄扬言 冷子风同学 刘老师他可是赵振宇 扬言和我的师父 我们三个都是拿过世界冠军哦 刘老师他既然能够交出 这么多优秀的徒子徒孙 难道你就不想 得到他的亲自指点吗 子风啊 我没有别的目的 只是希望你能够增强实力 替我的徒儿扬言 用死亡华尔兹 为国争光 这可能是他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吧 好 好 好样的 好 姐 姐 姐 现在离试运赛还有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期间之内 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你别在外面吹风了 咱们先进去吧 走吧 既然绝对要休养了 不如我们先做一个皮肤保养 你呢 你呢 现在是名花有主的人了 你要随时保持好你的状态 咱们敷个面膜 买个白 补个水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基建赛场上 叱咤风云 在爱情的这个立场上呢 无往无利 你觉得呢 还可以让二豪对你神魂颠倒 好 敷一张面膜吧 嗯 你真的想考教练啊 依我看 你还是考个美容师化妆师什么的 更合适吧 姐 你还真说到点上了 我不准备不知道 原来考个教练有这么难 有那么多的规章制度要去背 做个美容师多简单啊 敷个面膜就得了 但我又不像你 你有实力跟二豪并肩作战 我不努力的话 就没有办法帮到子风了 试运赛之后呢 极简协会要举行教练考核 我一定要通过 加油 嗯 你这面膜财富上 你去哪儿呢 出去吐口气 你这伤得还没好呢 我伤的是手又不是脚 不错 休息一会儿 谢谢 子风 进步挺大的 先喝口水吧 在试运比赛之前 只要你有空 随时可以过来 我们会尽量弥补你的弱点 让你的剑法更加稳定 也让你的死亡华尔兹 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谢谢教练 谢谢祖师爷 不容易啊 吃完这套特训菜单 能够站着的 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好 冷子风她可是有家学渊源的 她从小跟着她爸练拳击 底子不错 哦 对了 上一次卖动杯基建比赛之后 我去拳馆找过你 我见过你吧 您是 您好 我是奥胜学院的校长 燃烧墙 我们奥胜学院诚心地想邀请 冷子风同学 加入我们学校的基建队 嗯 我们愿意提供全额的奖学金 给冷子风 呃 我们进去详谈吧 呃 不 不 不 行 我跟你说啊 子风 不可能进奥胜学院 啊 你回去吧 回去吧 呃 呃 我的拳是跟我爸朋友学的 我爸 我爸不打的拳 那上次那个人是 你见到的应该是贺叔吧 李贺 贺叔 我爸是个厨子 自打我有印象开始 我爸就一直在厨房里甩锅子 啊 教练 要不要吃炒饭啊 啊 炒饭 哎 我的意思是 我爸的手艺一流啊 称霸整个小区 哎 你等会儿啊 留个地址给你 哈哈哈哈 哈哈 来 就这个 帮我名字 可以打车 我不用打车 去试试吧 尝尝会上瘾的 对 那我们去尝尝吧 那 我也感到很好奇 怎么样的一个厨子 能够交出一个 鸡箭天才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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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另一种选择就是韧带重建 将它身体其他部位的韧带移植 不过不论是任何一种治疗方式 唯一能确定的 就是无双短时间内 都无法重新回到剧剧场 回忆 走 走 我很遗憾 以你目前肩膀的状况来看 不能进行激烈运动了 而且她的身手 也会大不如从前 你们可以好好考虑下 制纽方案 真的要结束吗 真的要结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姐 把你羞蟲带劫我用一下呗 姐 陈教练跟祖师爷在帮自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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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nsed 那就赛场上见真章 我已经有你满地爪牙的画面了 你当心我到时候把你捅成马蜂窝 喂 义侯 怎么了 阿浩 我刚看了我姐的检查报告 我也跟严医生确认过了 我姐可能再也不能练几剑了 有心事的话 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没什么事 只是好久不练习 但新手赶生疏了 来 来 慢一点 不要勉强 你知道了 对不起 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 还对你说那些让你伤心的话 我真的很蠢 不是因为你 是我自己还放不下 我自己还放不下